第四題 如圖所示 將甲衣兩個振動頻率相同的陰差 放入一附有開口和抽氣口的透明容器中 以致陰差下方共鳴箱底部的橡皮墊有良好的防震效果 狀況一 打開橡皮擦 開啟抽氣口抽氣 並敲擊甲陰差 狀況二 蓋緊橡皮擦 開啟抽氣口抽氣至容器內層真空 並敲擊甲陰差 甲衣兩 蓋差在下列狀況一 二的振動情形因分別為何 題目裡面說我們是一個頻率相同的音差 這表示呢 兩者之間會發生共振 也就是敲甲的時候呢 乙會產生振動 這個原因是因為敲擊甲的時候 當甲振動 會經由中間的介指 平常說的是空氣 把能量傳給乙 而讓乙呢 也產生振動 所以呢 在我們的狀況一 我們橡皮擦是打開的 所以這時候即使我們開啟抽氣口抽氣 上方還是會進入空氣 所以這時候跟一般的情況是相同的 所以呢 敲甲陰差甲會震動 而乙呢 也會震動 所以狀況一是兩者都會震動 而狀況二呢 我把它 橡皮擦蓋緊 而抽成真空 真空就沒有空氣 敲擊甲陰差的時候 甲受力所以會震動 但這個震動 中間沒有介指 把它的能量向外面傳遞 所以乙因差不會受到能量的撞擊 所以乙因差是不會震動的 所以狀況二的時候是 甲會震動 而乙不會震動 因此 第四題問我們說 甲乙兩因差在下列狀況一二的震動情形 因分別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在狀況二的時候 甲陰差會震動 而乙因差不會震動 因為沒有介指把能量傳遞過來 先不要動 等於阿姨剛才 直播